南投选举3月4号要投票 来 林明珍政治现金怎么花呢 一个月付给他儿子8万块钱的月薪 很多人傻眼 这个他儿子林汝宾本来是不是要出来选的 结果后来变林明珍说要选吗 爸爸帮你选 没想到一个月还有8万块的月薪 选举大部分的人其实都是当义工的 没有想到政治现金拿给儿子这么好的薪水 人家说叫你08万算了 来看VCR 当县长的爸爸还得出面帮儿子澄清黑关风波 这是2022年9月 时任南投县长林明珍遭质疑自己的儿子林汝宾 当县长特助是黑关 林明珍说儿子存帮忙不知心不违法 不过2018年选战却不是这样 实际查询监察院政治现金申报中 林明珍2018年县市长选战开销 前初转会副研究员吴佩隆发现 当时林明珍用政治现金连续8个月给林如斌每个月8万薪水 林如斌的薪水是他的团队里面最高薪的8万块 再往下第二高薪是5万块 再往下是3万4万都有 人家捐钱给你打选战 然后来帮忙的志工不用钱 可能就零零个便当 赢给你儿子一个月8万块 这是合理的吗 余天他的儿子余湘权 那他都是没在做事情 那余天都还给他儿子民用金 我确实在竞选团队的时候 我是有认真在做事情的团队议员 林如斌硬是要把余天跟余湘权扯进来 还说所有资料都是监察院公开上网 没违法不怕查 但是还是被抓包 拿政治现金给二等亲没标注 选民政治现金变成林明珍儿子薪水 不停观感有问题 还涉及违反申报规定 全都被摊在阳光下检视 我看这次选举林明珍儿子一戏爆红 现在变零八万 这个年轻人很有感吧 他当然是会红了 因为在市府的新闻给他发了150篇 那其实我觉得问题是说 你当个父母官的 当曾经当过县长 现在出来选立委的 你应该把民众的权益放在第一 结果你看到是说 其实过去这两年来 南投的这个医疗的问题 是蔡培会在解决的 努力的去拉医院进来 南投的教育问题 也是蔡培会去解决的 因为他那时候是行政院中部中心的这个负责执行长 那因此是说 今天林明珍他现在爆出说 他用政治现金八万 每个月八万 付给他儿子林如斌 当然我就思考一下 这似乎是不违法 可是在观感上面就觉得 你一般拿到政治现金 是要很省着用 因为你要必须要你的文宣 然后你既有的这些竞选人员等等的 你怎么会把八万块钱 每个月将付给自己小孩 就真的是很不缺钱 包括的是说还说拿了选举补助困两千多万去帮他买豪宅 所以你会觉得是说 你是不是出来选这件事情 他表面上讲 他下一次不会再选 然后会让给年轻人 那年轻人可能就是林奴斌 如果林奴斌又没有办法在2024 明年出来选立委的时候 很有可能林明珍 他就再选一次继续卡这个位置 这影响到的不只是说整个南投 他的一个世代一个交替 跟心血注入 而是说你一个过去的一个县长 现在要出来选立委 结果你想来想去就是想着你儿子 我觉得许舒华现在应该很后悔 早知道就学台北市副治长 二月在就职就好了 阿队就卡住这个位置 然后他就可以去指定接班人 就不会让人家出座 好 蔡卑会讲了 南投年轻人现在流行一句话叫做 林霸真好 林霸有多好 孩子你来我这边上班 我用政治现金付你八万块 而且没有违法 然后这个他儿子林如斌 怎么说的 林如斌他常常说 自己是无几星的特助 他说民进党真的有够够宣计 我特助无几星 但是我这两八万 太负责了不对 但是这是选举的时候 复选文轩的工作吧 博文啊 我去你那边 你选举的时候 我帮你复选一个月薪水 给我五万就好了 不用八万好不好 这个坦白讲 这实在是鬼扯到极点 我举例来说 他这个县长特助这四个字 你要知道县长是有资源的 他是有行政资源的 县长特助这四个字挂下去 你去看我们这个中央党部的 这个新闻部张智老 昨天才列出一百多篇的这个新闻稿 这新闻稿里面确实 他都是用县长特助这样的一个身份 然后去会看去感谢 甚至急难救助 去去去协助急难救助 县长特助这四个字 不是正式的官方通弦 在里面也没有任何的这个这个官弦 可是如果你是用县长的身份 然后让你儿子 再没有经过任何的这个考试 或者任何禁用的这个规则 然后就挂一个县长特助的名字 而且这个县长特助的名字 不是当志工 他是真的代表你出去外面去执行很多 县府业务 同时新闻稿上还把这个写在上面 这是公家的新闻稿 那当然是有问题 如果如果任何人都可以这样干的话 那整个都乱掉了 所以我认为这个南投现在讲说 林霸真好 真的是真好 真的好 为什么你知道吗 其实林鲁冰本来 大家知道他本来是要选立委 他爸爸现在就像肉身 肉身站车位一样 先把这个车位站起来 等到林鲁冰的车子开过来 然后他白骨进来就直接可以停 所以你看 然后人家讲说 我只选这 我只选这一届 我只选不选 2024我不选 你知道现在离2024任期才多久而已 你是在拳台上一空吗 所以我跟大家讲 他真的就是用肉身替他儿子站这个停车位 賴清德他选上台南市长的时候 他太太为了避嫌 在台电工作 他就调到高雄去 他就是为了避嫌 这是民进党的奏法 对 国民党就是这样 无几职的特注 新闻稿可以发一百多篇 你再想看宜蘭林之庙 他女生是不是 经常在帮妈妈这个跑行程 对 是不是有 但是人家会动算 不然你是怎么办 我跟主持人报告一下 这个有时候没钱越贵你知道吗 你知道他掛光现场特注这四个字 出去外面 吃饭做生意 那真的好用你知道吗 我就是做生意 不然你是怎么 所以这个我觉得我们要用选票来彰显 民主的价值 我们怎么可以这样